牛仔褲不能洗的啦 不能常洗吧 NO 不能洗嘛 不要髒氣過面 你們髒死了 洗的型就變了 冷靜 有用就洗 沒用就不要洗 不是 什麼不能洗 牛仔褲不能洗的 偶爾洗一下啦 不是 我跟你講 像我朋友 像日本 這個流行應該是從美國開始 又是譬如說很久很久之前的牛仔褲 然後現在 對 50年代就流行到人家 你問後面那一位從美國來的 你看杜莉的臉 你們都沒有洗嗎 謝謝 牛仔褲沒有在洗 難怪這邊都是用那個怪怪的味道 而且有的時候男生這樣子 就是尿尿的時候來回這樣 天啊 有的時候多多少少會滴到 這個我不用擔心 這個不用擔心 我不用擔心 沒有問題 找不到 沒有問題 我也不用 我跟你講 牛仔褲不洗 我覺得是還好 怎麼會 我最近有聽說到一個 在美國做超級模特兒 超級模特兒的黑人 女生 黑珍珠是吧 我不要講名字了 他又不在這兒怕什麼 對啊 你以為他看了節目告你 神經病啊 講太多 林哥 你是我這邊的 還是哪一邊的 他不能保留一點嗎 對啊 黑珍珠我看播出 保留一點神秘感嘛 對不對 來請翻譯入這集怎麼辦 黑臉物 然後來臉物 聽說這位模特兒呢 他的內褲都不洗 他的內衣也不洗 可是他都不穿 他的衣服呢 就是堆在房間裡面堆很久 然後呢 身體已經發出一種異味了 很強很強的體味 然後呢 就是我認識的這位模特兒呢 是他的室友 然後呢 就要想要跟他 你有認識這種他啊 你的室友 跟Supor Model是室友 蛤 你的朋友跟黑珍都是室友 對… 台灣過去的模特兒 台灣過去紐約發展的 哇塞 然後他就說每天 住在他同一個房間 他就要聞他的體味 但是呢 然後他又去這個 他的公司的Agency 但是Agency就說 這沒有辦法喔 因為他的工作比你多 所以要走的話 你自己走 他要留下來 然後呢 這位黑人女模特兒呢 他出門的時候呢 他就是用香水 大量的香水 掩蓋他這個很臭的體味 我告訴你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的台灣女生 是不愛乾淨的 會嗎 哪有那麼高的比例 在我們的談戀愛經驗才發現 其實多數女生 有幾個慣例是一定的 第一個 對 對不對 對 真的 是 這個我們承認 這個我們承認 因為我們頭髮比你們長 比如說三天五天洗一次 那你知道男女生在親熱的時候 你們女生頭髮多 你知道嗎 我們假如一靠近你的臉呢 大量的髮油跟裡面激流的那個 空氣中那種 小蟲的屍體 那種味道就會 小蟲的屍體 什麼屍體 在裡面 為什麼會小蟲屍體 我跟你講很噁心 好 你們已經承認對不對 頭髮已經沒有 我們沒有沒有承認了 我跟妳講的好像 妳在跟 對啊 這樣差不多意思 第二個 男生 你要跟女生同居 你才會知道 男生內衣褲 大概也就幾十件吧 就內褲 大概幾十件或是 了不起多一點 三、四件吧 每一個女生 內衣褲都會超過 兩萬件 他是大論發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常常 你怎麼算的 兩萬件怎麼算 因為脫不完啊 一直脫 因為我交到女朋友的 每一個交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 他只要來我家沒多久 你就開始發現那個 衣櫃裡面本來是空的 就開始長滿了胸罩 他慢慢長 慢慢長滿了胸罩 他不是進行前嗎 胸罩是會交配嗎 對 是會繁殖是不是 胸罩生胸罩 噁心到一個極限 你的衣櫥本身是個聚寶盆嗎 不是 一件生一件 他會一直帶來 然後我就發現 女生天天換內衣褲 感覺是一種情趣 沒有 是因為懶得洗 髒就丟了 然後你們來不及洗 你們不像我們男生 穿了七天了 差不多該洗一下衣服 七天 七天差不多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累積了七天 對 累積了七天的量 對 他講這個故事讓我知道 對 比較誇張了 我覺得 跟女友 跟女生住在一起才會發現 其實他外面的那個打扮 或是他的品味 跟家裡的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我發現台灣女生 可能這樣穿衣服 就是很漂亮 就是很乾淨 很有很有那個氣質的感覺 但是其實你們下面 穿什麼內褲 什麼什麼 我們下面怎麼了 你要原諒一下 你說腿嗎 怎麼了 人家中文本來就沒有那麼流利 不要隨便人家找人家查 好露骨 他說文還不流利啊 我讓你知道什麼叫中文不流利 等一下傑克說兩句 傑克錄到現在都不知道主題是什麼 你們裡面穿什麼 對 傑克你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 沒關係 It's okay 少侠還沒講完 少侠來了 你們穿什麼內褲 我有時候不敢想像 像我之前有一個女友 我跟她住在一起 她平常外面穿的衣服 我覺得很漂亮 跟她住在一起才發現 其實她會穿那種阿嬤內褲耶 我覺得看到就這個 乾淨就好 阿嬤內褲又怎麼樣 等一下 我剛剛穿黃黃衣服 乾淨就不行 而且 我跟妳講 所謂的阿嬤內褲是大四腳 然後比較高一點 沒有關係 所謂阿嬤內褲是已經變色 然後已經有點鬆了 沒有,就是很大 然後沒有那種性感的那種形狀 老老的這樣 阿嬤會穿的那種 有點像 對啊,四腳嘛 有點像尿布的感覺 就是 他就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他想念他阿嬤不行 重點是 而且 而我講完了 他想要換阿嬤內褲 你剛剛真的穿他阿嬤以前 穿過內褲是不是 對啊 說不定這是傳家寶耶 等一下 等一下 冷靜 讓我講完嘛 小小瑜 你昨天沒睡飽對不對 不會啊 你今天火力圈好耶 想念他阿嬤 上面還寫 我覺得 我是不是訴訟你 你是不是那種 我覺得 而且問題是 他回家可能 去洗澡 或是他東西 他衣服都亂丟嘛 他到哪裡都丟哪裡 那有一次他的那個 阿嬤的內褲就 丟在沙發上 那結果 我不知道 我帶一個朋友回家 一個男生朋友 他看到那個內褲的時候 欸 你的外婆來台灣找你嗎 傑克有遇過嗎 對我以前的女朋友是一樣 很messy 她一回家 就把脫下來的衣服 倒去丟 在內褲 內衣 在沙發 廁所 因為因為 等一下 我真的不懂是哪一位女生 回家就想 脫內衣 我覺得一定會脫 但脫內褲怎麼可能 這麼急嗎 脫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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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沒關係 他 你幫他收衣服 他幫內褲 幫他和整理 你幫他洗嗎 對 說了嘛 因為都是他在做嘛 所以他女朋友就養成習慣 就亂丟嘛 啊 我覺得我不懂一點 對 他們把內褲亂丟 都丟在地上 是 那他們覺得沒什麼 但是 如果說到要 把襪子跟內褲一起洗 你好髒喔 內褲跟襪子一起洗 當然 你都在洗 對 太過分了 本來就是要一起洗的 對啊 怎麼可以一起洗 不是 我現在 不是 我現在是很好奇 你們怎麼會碰到 隨便丟內褲的女生 對,我也是很強 都會有一個洗衣來 在廁所裡 很多女生 你知道喝醉之後 回到家就大解放啊 他們每一天都喝醉嗎 為什麼 他沒有心情嗎 常常啊 他酒醋小姐不行嗎 酒醋小姐不能罐自己 你不能每一任 都跟酒醋交往 我跟女生亂丟絲襪 亂丟什麼小飾品 我跟你講亂丟什麼很可怕 我覺得 我每次都被嚇到 什麼 就是假睫毛 假睫毛 對 每次我去,你知道 對 去廁所刷牙吸眼的時候 貓貓蟲啊 結果就是假睫毛 奇怪,你是不是膽子 被小的幹嘛 沒有,真的,你乍看 真的是以為是貓貓蟲 那你可以跟他溝通說 以後那個丟掉啊 沒有,他要留下來 下次還要用 你以為我們去刑警 跟犯人交往 他一年我們就 你馬上被我抓到 沒有 他們說那是可以蝙蟲的 都是不小心發現的 假睫毛可以蝙蟲 我發現一個最意外的地方 就是在我車子的高音喇叭 靠近玻璃的那個角落 整理車子的時候 是不是在弄 這邊 有蟲啦 不是啊,這邊有個假睫毛 怎麼會藏在那麼裡面的地方 會怎麼會在那裡啊 我怎麼知道 女生都是這樣啊 你看 像我們單身的女生常常 我們單身的男生 常常會在那裡 你是小朋友 要跟單身女生交往 沒錯吧 最近剛好泰國回來嗎 對 對啊,沒割乾淨 我們單身男生 家裡最常發現 就是什麼牆腳啊 沙發 女生有個什麼髮夾啊 對啊 什麼髮帶啊 這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髮夾髮 我覺得情有可原 有時候是在頭髮上 不小心掉下來 沒有情有可原 後來我發現 這種行為 就跟狗在刃地盤的意思是一樣 對 男人的骯髒惡夕 讓女人不敢恭維 透過一個交往的對象 我真的很想要請問大家 誰准你尿尿 尿得整個麻糬都洗 而且誰准你大完畢之後 不擦屁股 直接用清水洗完 居然不用肥皂洗手 你那個手還要再來摸我的臉 說Baby我愛你 誰找得了啊 我愛你